大家好,我是小貓 白金迴狼最適合新手的到底是什麼隊伍呢? 這邊小貓幫大家準備了幾個適合入門的隊伍給大家參考參考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下一支的影片更新喔 好的,那麼我們直接開始囉 首先是10隊 成員有雲無月、阿吉、卡洛琳、福曲 4隊伍我個人是最喜歡的組成 由於組成這個樣子就是中後期的卡面 就算需要刷首抽或者培養上就挺懶人的一套啦 另外在未來的發展性也是相當的不錯 第二套水雷隊 主要成員有毛茸茸、羽奇、莉提亞、龍琴 如果是莉提亞換成耶夫納則會變成水雙隊 也是另一種玩法 主要是讓打水格跟雷系的有元素反應的輸出方式 有很中夷的水隊或者是抽到都可以使用 第三套火隊 主要成員有奧倉、莫洪秀、羅叉、福曲 如果說是火雷隊 則是奧倉、莫洪秀、摧遠之、龍琴 主要是換上雷系的摧遠之來打元素的傷害 奧倉可以說是完全T0的角色 可以毫無顧忌直接ALL IN 第四套物理隊成員有北洛、莫洪秀、童、浮徐 第五套封隊成員有子督、莫洪秀、上飛樂、百鳥星 那這裡我就淺淺帶過一下 我自己個人比較喜好10隊啊 每種隊伍我都有體驗過 其實對於通關來說都是相當不錯 也就是那種你有抽到完全都可以玩 之後8月24號我們會有Google Play客座編輯推薦直播活動 我也會帶著我的10隊看朋友們一起闖關 詳細的活動資訊在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記得準時收看Google Play YouTube官方直播 白金回廊現在有推出他們家的PC版 玩起來相當的流暢 推薦大家都下載PC版來玩 在電腦用Google Play遊戲這個程式 就可以在大螢幕玩白金回廊喔 另外指定的支付回饋 以及還有Google Playpoint的點數8倍送加遊戲禮包 讓大家可以點數半價直接把白金通行證帶回家 最後補充一下 上述隊伍的第一位角色大多都是主C 跟適合養成落痕裝卡的角色 也可以理解為遊戲養成落痕是一個核心 角色反而是裝備的概念 除了會增加角色隊伍的強度的基本維度之外 繞痕的喚醒還有技能可以依序解鎖 比較不同的是 慢巡的技能是你再逐漸推進慢巡點之後才會解鎖的技能 整個玩起來 玩久之後會發現 除了推關之外 遊戲還挺耐玩的部分就在這裡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值推薦大家怎麼樣的配對 更多的內容有機會再說吧 我是小貓 記得收看我們8月24的客座編輯推薦直播節目活動 在資訊欄可以找到我們的直播連結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超級讚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關注我的社群媒體帳號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哈囉 你好啊 我是笨笨唷 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分享留言按讚 還沒訂閱我的人 趕快訂閱我喔 掰掰